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4月9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下 首先呢,聊一下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对台湾岛的这个围岛演习进入到第二天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想跟大家聊一下,马克龙回到法国以后呢,会不会变脸的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变脸这件事情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东部战区啊,对台湾岛围岛演习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今天呢,是进入第二天4月9号,是从4月8号开始进行的这个演习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部战区呢,他们都发布了哪些消息啊 根据东部战区的微博,他在昨天的时候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是呢,4月8日,东部战区进行环台岛战备警旋和联合利剑演习 那么什么叫战备警旋和联合利剑演习呢 那我今天呢,我在微博上啊,也找了一下啊 我就看到有一个军迷啊 他是出面这样解释,这并不是官方啊 对大家呢,有一个帮助理解吧啊 也许他理解的对,也许呢,理解的不对啊 如果你认为他理解的不对的话呢 你也可以啊,坚持你自己的更有道理的理解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关于围台军演和战备警旋的区别啊 他说呢,围台军演是一部名企 坦白的告诉那些试图军援台湾的国家 如果开战了,我们准备怎么打 告知对方无法破阵 这是从军事层面对对方的彻底压制 那么战备警旋呢 是意味着我国承接了这片海域的执法权 挑衅就意味着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也就意味着对中国开战 战备警旋是建立在进一步的围台军演之后的升级措施 意味着统一台湾又推进了一步 在困台的政策下 让台湾政客越来越菜,起伍难下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足以保障蓝绿两党的民心崩溃 我基本上是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啊 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前两天的时候准确的说是在4月5号的时候 福建海事局就公布了一个消息呢 说是从即日开始对台湾岛的中北部的沿海呢 进行巡航巡查的行动 那么在他发布了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呢 又有进一步的解释呢 说是这个巡航巡查呢 是包括所有的在巡航巡查范围当中的船只 当然是包括台湾的船只 对于所有的船只呢 都有权上船来进行检查啊 那么当时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呢 台湾方面就发话说了 不会执行 不会配合 那么之后呢 我还看到台湾方面呢 还发了一个小视频 这个小视频呢 他这个画面里面 没有出现台湾方面 只是出现了一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呢 明显的带有非常颤抖的一个状态啊 颤颤巍巍的说 我我我我们是台湾的什么警巡啊 他们是台湾的警巡啊 然后他的画面里面呢就出现了大陆的两艘海警船 很明显的呢 他就是在对大陆的这两艘海警船喊话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啊 他就结结巴巴的说 我我我们是台湾的 我一点都不夸张啊 他里面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视频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愿意别人转载 还是不愿意转载啊 为了安全起见 防止别人说我侵权的这个视频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给大家转发啊 我告诉你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啊 他这个话外音呢 就是说好像是台湾的海警船 在驱离大陆的在巡航巡船啊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在过瘾吗 还是怎么样 反正从画面上来看呢 貌似呢 大陆的那两艘呢 海警船啊 文丝没动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听没听见 所谓的台湾方面的这个喊话 反正呢 这是台湾方面呢 放出来的一个小视频啊 那么我刚才呢 跟大家啊 刚读了这一句话 东部战区在4月8号发布的这个微博 第一句话呢 就是说4月8号开始啊 东部战区进行环台岛的战备警巡 和联合利剑演习啊 接下来说呢 战区陆军远先火 海军驱护舰 海军驱护舰呢 我想呢 它就是一个简称啊 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合到一块去了啊 为了节省微博的篇幅啊 海军驱护舰 岸岛突击群 空军尖击机 轰炸机 特种机 火箭军 长岛火力单元等任务病例 向预定的区域机动集结 展开行动部署 就是以上这些军事啊 装备呢 都到指定的地方呢 进行了部署啊 然后呢 他说暗海空网电对抗力量全程展开电子侦察干扰压制等支援行动 今天的演练重点是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夺取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权的能力 任务部队同步组织环台岛战巡进逼 塑造全项围绕涉压态势 这是昨天发布的啊 昨天是第一天对吧 那么今天是第二天了 东部战区呢 又发了三条微博啊 第一条微博呢 是一个现场的视频 那虽然说呢 这是大陆发布的 但是呢 我同样的不知道人家东部战区呢 让不让人转发啊 我也同样的不会转发他这个视频啊 你别看是东部战区的 如果你使用了他的视频的话呢 他也照样会向YouTube投诉的啊 所以呢 我是谁的视频 我一概也都不用 以前我也用过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视频 中央电视台也向YouTube投诉我的 你别觉得好像我是一个爱国博主啊 大陆就对我就格外的关照我一点都没有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好今天呢 东部战区发的第一个微博呢 就是一个现场视频 是东部战区继续组织环台岛的战备景 和联合力剑演习 然后他的文字部分呢 是这样说的啊 4月9日 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组织环台岛战备景 和联合力剑演习 多军兵种部队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之下 对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 实施模拟联合精准打击 持续保持围导禁逼态势啊 这就是对台岛的一个啊 禁逼态势这样的用语啊 我认为呢 是挺吓人的 那么他第二个微博呢 也是一个视频啊 是东部战区呢 又制作了一个MV 顾名思义MV呢 就是他们又创作了一首歌啊 这首歌的歌词呢 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 现在我们的军队里面呢 真的是这些军人啊 非常的多才多艺啊 其实任何时代的人也都是有各种才艺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我上军校业同样的也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啊 那么他这里面的歌词呢 是这么写的啊 如果祖国需要我会随教随到 守我山河护我人民 祖国请放心 人民请放心 信仰吹响号角 山河还在呼啸 没有什么能阻挡 胜利的出窍 道道道 喊出军人的意义 战战战 信念不可动摇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微博啊 就是这么一个MV啊 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有震撼力的啊 那么第三个微博今天我看到的被广泛的流传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东部战区联合精确打击的一个模拟动画 这个模拟动画呢 就是用动画的这个形式模拟现实发生的这个军演 我们看到呢 那有大陆 有台湾岛 有各种军舰 还有岸上的导弹设施 还有什么火箭的设施还是什么呀 反正他就是模拟呢 往海里面 还有往台湾岛的目标呢 就进行发射啊 全都击中目标 那他这个动画的文字部分呢 是这样说的啊 说东部战区联合精确打击模拟动画 4月9日 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周边组织 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剑演习 多军兵种部队 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之下 对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 实施模拟联合精确打击 持续保持围绕进逼态势 这和刚才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事呢 东部战区在他的微博里面 发布的这个消息啊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呀 说关于说环台军演啊 说大陆方面呢 出动了通6K 模拟夺取制海权 他第一天的时候呢 不是说这次军演的目的是夺取制海权 制空权 还有信息权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看到台湾方面呢 就是说这次军演第二天出动了轰6K 就是模拟夺取制海权和实现了夺取制海权 他是这么说的啊 说大陆八日到十日在台湾的北部南部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询和联合力舰演习 就是台湾海峡 他的以北以南 还有一东 那等于说就是环绕整个的台湾岛了 那我看到台湾的媒体说呢 这一次的军演啊 比上一次佩洛西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那次军演呢 说程度低啊 为什么说程度低啊 说上一次的时候呢 说公布了画出了6个区域 那6个区域军演的时候呢 任何人不得出现在那个6个区域啊 说这一次呢 没画6个区域说比上一次的程度轻 他没画6个区域 就是所有的都包括在内啊 那根据他的描述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是台湾海峡 一个是他以北地区 一个以南地区 还有他以东的地区 不就是全部都包括了吗 怎么叫程度轻呢 然后台湾的媒体说呢 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 说呢 解放军出动了多批多架次的轰6K战机 在预定的空域 对敌舰船实施模拟的精准打击 夺取目标海域的制海权 就是呢 在目标海域所出现的那些个舰船呢 全部都给他打掉了 然后就夺取了制海权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那么根据呢 台湾所谓的国防部啊 今天公布的 说截止到9日中午12点 下午的他那个统计没出来 截止到中午12点的时候呢 说是啊 中共持续于台海周边军演 截止到9日中午12时 编组中共军机军舰 分自北中南 逾越海峡中线 即真货苏海三陵 歼10歼11歼16轰6运游20运8运9 及空警500等各型的战机58架次 其中逾越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31架次 军舰共计9艘次 说所有的这些呢 台湾呢 那个国军呢 运用联合的情坚贞的措施啊 全部的共军动态呢 尽在掌握之中啊 说台湾方面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这么一个原则 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呢 美国给台湾方面下的命令呢 就是俩字克制啊 那么台湾方面呢 看起来还是蛮克制的 今天呢 蔡英文当局啊 在他这个脸书上面啊 还发了一篇博文啊 那么这个博文呢 现在被国民党这边攻击呢 说是一个网红文章 是一个作性文啊 为什么呢 蔡英文呢 是这样发布的 他说呢 休息一晚 就是说从美国回来以后呢 休息了一个晚上啊 今天继续拼外交 欢迎美国联邦众院的外交委员会 麦考尔主席帅团来访 那么这个麦考尔现在还在台湾啊 他今天呢 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啊 那台湾方面其实现在呢 已经都不信了 台湾方面呢 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态呢 就是一个以美的心态啊 美国说的每一句话呢 现在他们也都打一个问号了啊 更何况呢 像麦考尔这样的一个议员啊 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是谁问到他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话呢 那么美国会怎样会出兵吗 哎他语出惊人呢 他明确的说会出兵啊 和之前什么拜登什么的说的那些话啊 狠狠呼呼的那些话 什么会不会保卫台湾 捍卫台湾那样的模糊的话 可以任意解释呢 这是头一次很明确的说会出兵哎 但是呢 这句话呢 说实在的啊 你说他明确他就明确 你说他模糊他还是模糊 出兵干什么 出兵干什么 出兵到哪 对不对 是在关岛那啊 全体集合 然后都跟那关站吗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这话其实呢 你说的明确就明确 说的不明确 其实也不明确 那蔡英文接着说 结束跟访问团的交流以后 我也随即回到了总统府 听取简报 对于台海周边的安全形势 我们都有及时的掌握 国军和国安单位也正在24小时的接手岗位 守护国家安全 国人可以安心 也请给国军和海巡弟兄姐妹最大的支持 台湾会和世界上所有的热爱民主的伙伴站在一起 共同负起确保区域稳定繁荣的责任啊 这些都是一些片通话啊 那么他同时呢还发出来了一张照片啊 那么就是这张照片呢 就引起来了台湾的那些个名嘴们的炮轰啊 国民党那边的炮轰 所以这里面啊 你还说是关注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啊 还说是和国军和国安单位24小时接手岗位 可是这张照片里面呢 一个国军方面的人也没有 那么被人质疑以后呢 蔡英文办公室又说了啊 说现在都什么时代的 现在是网络时代呀 军方用不着 非得到办公室来呀 我们就是远程通过网络来开会就可以啊 那么这些鬼话呢 是没有人信的啊 那么我也看到了 台湾国民党方面呢 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啊 他们是这样说的 说无论外在情况如何 都会坚持捍卫中华民国 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 近期各方努力和缓两岸的紧张情势的努力 更不应该就此被抹杀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表态或者声明 对吧 那么从这个话语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啊 国民党方面呢 没有任何统一的意愿啊 就展现出来了 这里面还拿说呢 近期各方努力和缓两岸紧张情势的努力啊 这个呢 其中就包括马英九到大陆去参访这件事情了啊 就可见马英九呢 到大陆去参访 他的目的呢 就是去安抚大陆 就想说呢 你看我们展现的这种姿态呀 你们可千万别有什么反应啊 什么的啊 蔡英文他去就去他的 你们就看到我们的份上 对吧 就想起这么一个作用吗 但是大陆是绝对不买这个账的 那么这个军演呢 现在已经都进入了第二天了 对不对 马英九呢 回到台湾呢 休息也休息过来了 对吧 但是呢 没有看到马英九的发言啊 这点呢 我认为呢 还是挺值得赞赏的吧 赞赏还是有点过哈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不是他刚刚去大陆 进行参访12天的话 这会儿他可能也跳出来了 所以呢 两岸交流以下 还是有好处的 好 关于台湾这个围岛军演的这个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法国的情况啊 马克龙回去以后呢 态度变了没有 或者会不会变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法国的媒体法新社 他就这个围台军演啊 有一个报道 发表了一篇文章吧 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说什么呀 他说呢 4月8日中国宣布 今天开展围台军事演习 并将为期三天的演习称之为 对台独支持者和美国的一次警告 尽管中国大陆希望达到 震慑性的作用 然而台湾人习以为常 舞照跳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 说总的来说呢 台湾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北京的咄咄逼人 并对台湾政府维护台湾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 虽然说呢炮声隆隆 但是呢台湾人歌照唱舞照跳 这是法新社所发的一篇文章啊 哎 看来法新社的这个调门呢 还是在唱衰中国大陆啊 还在为台湾或者是呢和美国保持同一个调性啊 如果你有立场的话呢 有无所谓对不对 但是呢你起码要实事求是吧 对不对 你起码要实事求是啊 一方面呢并没有什么炮声隆隆 另外一方面呢台湾人也没有歌照唱舞照跳啊 台湾对于两岸的这种紧张呢 还是有感的 那么蔡英文到美国去啊 美国不是给他定性说这是私人访问吗 那么台湾有很多人就提出来了啊 说你蔡英文既然到美国去是私人访问 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应该你自己承担呀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军演呢 很多的台湾甭管是男女老少都认为呢 这就是蔡英文到美国去串访招来的事 什么叫台湾人无感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马克龙他回去以后呢会不会变脸啊 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变脸 法新社所发的这个文章呢 也不能说明是马克龙变脸 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他们这样的国家呢 实际上呢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啊 他这个不同的声音呢可以是完全对立的 互相完全否定的声音的 我昨天就说了啊 马克龙在广州的时候呢受到那样的礼遇啊 群众呢都家道欢迎他 然后喊的口号呢都是很热情的 很友好的一些口号啊 甚至呢说你好帅啊什么之类的 让他感觉呢特别的温暖对不对 他在踏上回国的飞机之前 或者在飞机上啊 就已经是发布了一个 感谢中国感谢广州人民的 那么一个推文了啊 那么他回去以后呢第二天又再一次的发了一个推文 并且发了一个呢是广州的那个大桥上面灯光秀 然后又写上谢谢你广州 还沉浸在那种被中国人热情所包围的那种氛围当中 那么他之后他会不会变脸呢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舒尔茨到中国来的时候呢 中国也是给予了他非常热情的那种欢迎 那么还给了他大单拿回去啊 但是呢他回去以后呢他就变脸了 又和美国呢沆瀣一气 和美国呢一个鼻孔出气啊 那么马克龙呢和舒尔茨啊 他还是不一样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舒尔茨政府呢 他是一个组合政府 他呢应该是三个党联合组合 所以呢有很多事啊 他是说了不算的 这是一个 另外呢我们看起来舒尔茨这个人呢 就不像马克龙那么有主见 马克龙呢虽然说呀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顶不住压力 但是呢这个舒尔茨啊 貌似从他本身来说呢 就不像这个马克龙那么有主见 马克龙呢就对美国这种移植气使啊 干涉别国的内政啊 教别人做事啊 还有呢就是法国在欧盟里面 尤其是在北约里面 就是这种自己做不了主啊 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想法的 而且呢非常非常反感的 时不常的就会把这些话呢说出来 那么舒尔茨呢和他就不太一样 然后呢就是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的总统前一阵呢到中国来访问 中国也是给了他特别热情的招待啊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爸爸和中国的关系呢就还不错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还跟着他的父母到大陆来 起码来过两次啊 可以说呢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情啊 是有渊源的啊 自从他上台的时候呢 他都把中国呢叫成是朋友 这次到中国来呢 签了一系列的协议回去啊 但是回去以后就变了脸了 现在呢给美国恢复了九个军事基地 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呢 很显然呢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有的呢是在台湾和菲律宾的海峡的那个附近 有的呢是在南海的那个附近 目的呢是非常明显的啊 但是呢这个菲律宾啊和法国呢也不太一样 菲律宾呢的的确确和中国在南海岛屿方面呢 是有分歧有争端的 那么中国和法国呢就是离得远啊 就没有这个领土啊 这些主权啊这些方面的争端 相比较而言呢 他可能和澳大利亚有一点相似 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总理呢 他对中国的态度呢是比较友善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呢也没有那么极端 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对于中国的依赖度呢是特别的强 特别的大 那么澳大利亚的总理呢现在也是时不常的和美国呢会联合发一些啊那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站队啊的言论 马格龙回去以后呢也难免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言论 什么民主啊什么自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啊 但是呢毕竟呢他是有和中国呢维持一个好的关系的这种主观意愿 你像澳大利亚之前的时候他们的铁矿石那个公司就义无反顾的还和中国进行贸易并且还用人民币结算 对不对 那么马克龙这次到中国来访问呢也是有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要用人民币结算 今天我看到报道啊说是已经是实现了一单还是两单的那个贸易啊已经用人民币结算了 这个呢我们还得观察就是美国对这件事情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肯定也会给法国压力了 因为法国还是挺依赖美国的 因为法国的支柱产业基本上都是一些奢侈品 那些高端的服装啊香水啊化妆品啊包包啊 还有什么红酒啊什么的路易十几那种啊都是一些高端的对吧 我们记得那个川普还没下台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就到缅因州 他那出那个大龙虾 缅因州和加拿大都挨着啊都是同一块水域 都出那个大龙虾 那当时呢缅因州的渔民 就向川普反映说啊 说法国现在呢在买加拿大的大龙虾 他不买我们的大龙虾 然后川普就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马上就制裁他的红酒 他就得老实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像法国呢对美国的市场呢 也是有依赖的 所以美国也能拿得住他 所以他回去以后呢有的时候啊应该还会呢和美国说一些啊一样的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一些话 但是不意味着马克龙呢就翻脸了 这个视频呢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八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现在中东的局势呢又紧张起来了 中东这个战争呢有可能是一触即发呀 中东呢一直都是宗教啊是他们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这次呢也不例外啊 这次呢就是在穆斯林呢和犹太人啊 他们这个宗教是同时一个叫摘月还是叫什么的啊 就是他们集中礼拜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 以色列啊一如既往的展现了他们强悍的风格 警察呢就冲入了那个叫清真寺吧 冲入了里面啊 那里面有很多人在那做礼拜呢 就说那里面呢有恐怖分子啊 这样呢就引发了这一次的冲突 那么之后呢巴勒斯坦那边呢肯定是不干呢 那江沙那边呢就往以色列这边呢就发射了火箭弹啊 火箭弹可能是因为制作简单价格低廉 可能是巴勒斯坦的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用这个火箭弹 而以色列就不同了 以色列是有导弹的 那么巴勒斯坦那边给他投了火箭弹以后呢 那以色列啊肯定就还以导弹了 那么之后呢离巴嫩又参与进来了 再之后呢这叙利亚呀又参与进来了 这是让世界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啊 主动的参与到巴以冲突当中来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以色列呢好像就是被包围的孤立的这么一个状况 很多媒体呢我看到他们就用了四面楚歌这个词来形容啊 那照以前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啊 以色列的背后都有美国会出来给他撑腰 但是呢这一次美国呢和以往的做法都不一样了 至今呢都在保持沉默 之前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一开始的时候呢那我就看到加拿大的媒体报道呢 加拿大的政府包括议会呢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认为以色列呢是一个始作俑者 是他呢不把人权放在眼里面挑起来了这件事情啊 那么尽管后面呢好几个国家对他发起了攻击 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都是以色列自找的 那么还主张呢对以色列进行制裁 如果不进行制裁呢起码是对以色列进行旅行禁令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说立即停止 对以色列的军火销售军火贸易 这是以前呢我所没有看到的 在加拿大反对以色列的声音压过了支持以色列的声音 或者说呢一点就支持以色列的声音都没有了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啊 毛主席曾经说过啊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那么不是支持以色列的这边压倒反对以色列 就是反对以色列的压倒支持以色列 在加拿大呢前两天啊我看到的 就是反对以色列的压倒了支持以色列的 让我呢是非常震惊的 我就觉得说这个风向变了 我就觉得中东的天呢就变了 因为呢加拿大从来都是看着美国的眼色形式的 加拿大这样的一个风向代表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定调 那么后来每一天我都在关注西方的媒体 对以色列这个问题的态度啊 但是呢他们都不表态的啊 就不出现立场问题了 那么我在看加拿大的媒体呢 这几天啊也不说这事了 那就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美国在观望 这是在历史上呢是少有的 为什么美国现在出现了观望 从来都是他带风向的 为什么他现在在观望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呢 不是你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现在呢也出来了两个跟你美国抗衡的国家 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俄罗斯 完了以后呢随着美国越来越失德 那么跟随中国和俄罗斯呢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呢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以礼服人 以德抱怨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呢越来越得人心 世界上对中国呢都是很服气的 就连这个中东的千年速敌沙特和伊朗呢 都最服中国 谁都不服就服中国 两次到中国去发表他们两个国家化冰的声明 对不对 这是非常的说明问题了 所以呢美国现在呢 他的腰杆也没那么用了 他的脚呢也软了 那么以色列这个问题上呢 美国到现在为止呢没有表态 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么俄罗斯呢现在也是没有表态 中俄美这三大国呢 现在只有中国出来表态 但是中国这表态呢 不是一个立场的表态 而是呢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表态 希望联合国呢能够紧急的开会 来应对这个中东的局势 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啊 现在中东呢今天他的炮火声呢 就减弱了 减弱了许多有停下来的迹象 那么我们还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上一次呢 中东的紧张局势的情况下呢 那一次就是美国呢一开始 他就说等等看啊等等看啊 不是出来斡旋的时候啊 还记得吗 中国就说no no no 现在呢就应该出来斡旋 那后来呢他两天就停下来了啊 按说当时呢就是中国斡旋的结果 但是呢中国从来都不抢功 而中国就表态说呢 这是埃及电话斡旋的结果 中国从来都不出风头啊 有这样的事情都是啊 能让别人闪光就让别人闪光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次呢美国就保持这种沉默 中国出来说呢要求联合国开会 美国也没有表示反对 另外之所以以色列现在能够四面楚歌 连叙利亚都出手 就是因为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国家呢 挺以色列的这一派呢声音不大了 好第二个新闻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文件泄密的这件事情 那么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在网上就传出来了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呢就是一个美国和北约 帮着乌克兰策划春季大反攻的 这些文件被泄露了出来 那么当时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 马上就跳出来说 这些都不是真的 那么我昨天我还说这件事呢 我不知道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啊 他说不是真的 是什么东西不是真的 是文件泄露这件事不是真的呢 还是这个文件的内容不是真的 对吧就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东西不是真的 说的就很笼统很含糊啊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第二批的这个文件呢也泄露了出来 现在美国政府呢已经是确认了说 确确实实文件是泄露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承认了泄露出来的那些文件是他们的文件 那么他也就承认了文件里面所涉及的那些内容了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你说是不是就被小脸啪啪的就被打肿了呢 另外呢 说更多的文件呢泄露了出来 不光涉及到俄乌冲突 还涉及到中国 还涉及到朝鲜 还涉及到伊朗 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严重了啊 那么美国不得不赶紧的说呢 就要调查 说这个文件怎么泄露出去了 是谁干的呢 现在全世界呢都在猜 这到底是谁干的 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呢 说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关于俄乌冲突当中 死亡的人数啊 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和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呢 差距特别的大 就是俄罗斯这帮死亡的人数呢 比乌克兰死亡的人数要少很多很多啊 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呢 其实主要是乌克兰带的风向了 我认为啊 乌克兰呢就带风向说呢 其实呢这些文件泄露出来呢 这个数字啊是被俄罗斯修改的 那如果这数字呢是经过俄罗斯修改的 那么这些文件呢就是俄罗斯泄露的 那如果这些文件是俄罗斯发到网上的 那么就是俄罗斯从美国偷出来的啊 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觉得听起来逻辑上呢 好像是说得通啊 是说得通 但是俄罗斯方面呢是否认的 俄罗斯甚至认为呢 这些文件本身就不是真的 但是呢现在看来 美国已经证实了这些文件是真的 所以俄罗斯说不是真的呢 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 已经被否定了 但是说是不是俄罗斯从美国窃取的 然后放到网上呢 我就觉得说从逻辑上也不太对 就和指责俄罗斯炸了北溪管道呢 是一个意思啊 我们就知道呢 这些国家肯定都有间谍 这是肯定的了 都有官方的这种黑客的手段 这是肯定的了 俄罗斯呢有这个能力 这也是肯定的了 但是呢你说这国家的间谍啊 如果是去窃取一些情报的话 它是为什么呢 它是不是为了自己拿来使用 拿来呢为了是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 尤其是呢这些泄密文件 第一批的泄密文件 是关于俄乌冲突的 是美国和北约联合帮乌克兰 来策划那些个春季大反攻的 他拿到这些以后 是不是应该敲目声的 在这研究他们这些思路 然后呢不动声色的 当他们采取这个春季大反攻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地方式的对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给予反击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呢 而不是把他一下子刚一拿到就在网上去晒出来 在网上去晒出来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我觉得说俄罗斯去窃取的这些呢 说不过去 那么是谁干的呢 有的人说是黑客干的 那么这个黑客呢 肯定就不是官方的黑客了啊 就是那种民间的黑客 民间的黑客 他们干这个黑客的这种事 他是为什么呀 一个是未明一个是未利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黑客 对不对 也没有听说黑客拿这些东西去要挟谁 勒索谁要钱 所以呢 现在如果说是黑客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黑客得到名得到利 所以怎么会是黑客呢 所以现在就有另外一种说法啊 可能是美国的内鬼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现在呢 是特别的分裂 他们两派的斗争的 简直是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说出来 就是现在呀 在美国发生的 他们这个斗争的这事啊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一派对另一派的这种攻击方式呢 那么就要看 这些文件泄露出来以后呢 是对谁有害的 很明显呢 是对拜登这边有害的 对不对 那就有可能是拜登的对里面干的 那么拜登的对里面是谁啊 拜登的对里面呢 其实也不牢少呢 对吧 美国内部是谁干的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调查的怀疑的方向 第三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了啊 美国呢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啊 说是行政权也就是总统这个呢 他是一个独立的 谁也干预不了他 那么国会呢也是一个独立的 谁也干预不了他 那么那些法官呢 他们也是独立的 谁也干预不了他 那么果真是这样吗 果真是这样吗 还记得川普那会儿啊 为了说他能够任命一个法官 简直是绞尽脑汁啊 用尽了心机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一个共和党的法官 他会向着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的法官 他会向着民主党 那么美国呢就是到最后啊 由法官来说了算的 而到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最高法院的那几个法官说了算的 所以呢 在最高法院里面 安插进去谁的人 或者是谁的人多 这就来的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 那么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啊 或者说呢 他的法院系统啊 是非常非常分裂的啊 现在就发生了这么几件事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有一个资深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叫托马斯 他是在1991年的时候 被小布什任命的 那小布什呢 是共和党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他呢 就是共和党这一边的了 这个托马斯 那么今天呢 就有16名的民主党的众议员提出来 要对这个托马斯呢 进行调查 说他呢 二十多年以来 他都收到了 共和党的支持者的大富豪的捐款啊 支持他在二十多年以来呢 全世界呢 进行那种特别奢华的那种旅游 要对他呢 这事儿进行调查 我记得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我那会是在法院工作嘛 那么我们法院系统里面的法官呢 我们就非常的羡慕美国 就觉得呢 人家美国的法官呢 挣钱就特别特别的多啊 人家美国呢 就是以心养联 你给他的薪水高了 那他自然呢 就不腐败了 在中国呢 也有好多人是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实际上呢 这事儿是这样的 人的贪心呢 是无限的 你给他多少的收入 能满足他 对这种奢华生活的这种贪欲啊 其实多少可能都不够 你想美国的这法官啊 他从91年就开始当上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你想想 他的收入是最高的 对不对 但是 20多年以来呢 他都在金主的支持之下 进行那种奢华的旅游 你说这旅游再奢华啊 你说你奢华和不奢华 或者是最奢华和次奢华 能有多大一个分别呀 你作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大法官 你说你自己的工资收入 是不是也可以支持你自己一个奢华的旅游呢 就不是更奢华 不是最奢华 就是奢华的旅游 都能够支持吧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个 就是无限奢华的那种旅游呢 还需要那些金主出钱 对吧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就是人的贪欲啊 是无限的 是无限的 你给他多少钱都没用 那还说明另外一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法官呢 他也是有腐败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啊 这个人呢 他是共和党的法官嘛 受的是共和党的那个金主啊 给他提供的这种贿赂啊 那你想想看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就必然是会为这边的利益呢 那是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现在16位民主党的众议院的议员呢 就要搞他了 要对他进行调查 把他推下去 啊 这就是用法律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 明白吗 好 美国法院呢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美国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院 刚刚呢 就做出来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是白宫的官员告白宫的啊 白宫呢 输了 法官就判决说呢 拜登不可以强制白宫的员工打疫苗 是这个事情啊 那么现在呢 民主党这边就说了 这个第五巡回法院上诉法院呢 是由共和党控制的 所以呢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判决呢 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就是对民主党的这种政治斗争 你说美国分裂不分裂吧 这是法律吗 还是政治 好 第三件事呢 就是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德州的法院也做了一个判决 说禁止使用落胎药 这个呢 也炸锅了 美国现在呢 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两派 一派呢 就是说女性啊 她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啊 当她怀孕以后呢 她不想在她的身体里面继续孕育 这个生命的时候呢 她是有权利堕胎的 那么另外的一面呢 就是说呢 不允许她堕胎 那么德州的法院做出来这样的判决呢 也体现出来了 美国的两派之争 两党之争 那么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呢 就说明了 美国的法院呢 现在严重内讧 好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TikTok啊 前两天的时候呢 闹得沸沸扬扬的 对吧 TikTok的那个CEO呢 被美国的众议院叫去质询 叫去听证啊 那么这个事挺轰动的 完了以后又爆出来说呢 参议院呀 同时也在讨论一个网络限制法 那个网络限制法呢 实际上别禁止TikTok的那个法呢 要宽泛的多 因为呢 那个网络限制法 如果是惩罚的话呢 TikTok的禁止法都不用了 因为它会包括在内 那么当时呢 我就是说了 你这个网络限制法啊 它其中的执行措施呢 就是如果说它指定了某一个国家的网络 是有害于美国的 是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那美国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去使用那个国家的网络或者网络产品 所有的都包括在内啊 网络产品也是不可以的 如果发现你使用的话呢 那么会对你判刑 判刑呢 最高可以达到20年 那么罚款呢 最高是几百万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他们就在讨论说我这个就限制了美国的民众啊 那么当时我就说实际上这限制美国民众呢 其实它一定是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来保证这个法律的实施 对不对 你想想看呀 就是说呢 他发现了你的民众如果还在使用某一个国家的网络产品 或者是网络平台的话呢 那么他就对你定罪 那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那他一定得深入到去监视你个人的生活才能知道 对不对 比如说TikTok已经被他禁了 那么我在使用TikTok 他怎么知道我在使用TikTok 如果他不监视我 他能知道我在使用TikTok吗 那你本身你就是 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啊 你说你要保护我的隐私权 你说你不准我去使用TikTok 就是因为TikTok侵犯我的隐私权 可是呢 最大的侵犯我隐私权的是你 对不对 你说这个就特别的拧巴 对不对 挺拧巴的吧 那么我今天就看到 美国呢 有的人就站出来说了 说这个法律本身呢 就是侵犯我们隐私权的 就反对这个法律的出台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华尔街日报啊 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现在呢 世界上好像有一个趋势 有的国家呢 就是在抓捕美国记者 那么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能发布这一篇文章呢 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呢 现在有一个记者在俄罗斯呢 被抓了 被抓了以后呢 俄罗斯以间谍罪来指控他 美国要求俄罗斯呢 释放他 但是俄罗斯是不同意的啊 那么华尔街日报呢 还举出来了 其他的在伊朗呢 曾经被抓的一个记者 然后他还指出来中国 中国并没有抓的记者呀 尽管我认为中国应该抓一些记者了 因为一些记者在中国 他的行为呢 确确实实是一个间谍的行为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就说了 以前的时候呢 我这旁边啊 有一个炮兵团 那个炮兵团呢 他就有一些炮啊 坦克啊 他拿出来啊 随便大家可以去参观 以前如果我来个客人什么的哈 我们周围也没有什么旅游资源 一般的来说 我都带着他们到那去参观 那么我现在成为了一个这种自媒体的博主啊 那么又是这种政治性的 我就是说呢 为了避险 那个地方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要去的话 他们要针对我的话 那都可以抓我 说我是间谍 他要是说我的眼睛呢 不仅去看了 他们对外开放的那些坦克 我可能眼睛还瞄了他 其他的军营什么之类的 那我是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为了避嫌 那个地方我就不去 但是 很多的美国的记者呢 在中国 他们可是靴尖了脑袋到处去探听的 而且还在中国挑事 对不对 我曾经我就看过 你美国说是呢 不愿意让别人来干预你的大选 可是呢 有一次呢 我就看到了是BBC的一个记者 北京的郊区 延庆那个地方 有一个女的 她有一年呢 她就是参加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选举啊 人大代表选举 她也是有条件呢 你先是得得到多少多少的支持 然后你才能报名的 那她很显然 她应该是那些支持呢 就不够 她就想呢 我不够我也要竞选 这是我作为公民的一个权利啊 她就是胡蒋蛮缠 那么选举的一方呢 应该第一步是街道吧 就不给他们 好 她就开始联系这些外国记者了 那么那次我就看到的是BBC那记者呢 就去到他们家呀 这个BBC的记者去的时候呢 事先啊 可能是她村里面呀 也不知道是镇里面还是什么哈 就得到了消息 有一帮人呢 就跟那形成了一个人墙 就跟那挡着 就不让BBC的记者去靠近那个女的 那你这个人你很显然 你是干预中国的大选了呀 是不是 中国就应该把这个BBC这个记者给他抓起来 就类似的这种事多了去了 中国对他们真的是太客气了 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现在就提出来啊 说这个问题呢 是越来越严重了 就主张呢 这个记者的权益呢 能够得到保护 记者什么权益啊 记者有一个名叫无冕之王 就是呢 记者打着媒体自由的这种旗号呢 到处去腥风作浪 到处去到人家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对立面的国家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到人家那儿去腥风作浪 煽风点火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也臭名昭著啊 那个川普啊 不就是最反感那些大媒体的记者吗 经常指着他们说你是撒谎者 你是撒谎者 你是假新闻 你是假新闻 不是这样的吗 美国的大媒体啊 就是他们背后资本的枪手而已 而已 这些都是那些资本的喉舌 那么言论自由呢 这就是那些个资本呢 给自己争取到的枪和子弹 就是子弹吧 这些记者呢 就是他们的枪 媒体自由 就是给他们这些枪装上的子弹 我看这些枪应该对他们没收了 起码应该对他们进行控制和禁止吧 应该进行控制吧 跟美国这个控枪一样 对不对 你这些记者呢 无冕之王的日子呢 应该结束了 下一个呢 咱们就说到美国这个控枪这个问题了 美国呢 枪支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问题很大 但是呢 从来都得不到解决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背后有资本吗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一个六岁的小孩 竟然是能够拿着枪在学校里面 把老师给打了 那么这两天呢 美国就发生了好几起的枪击案呢 一个比一个邪乎啊 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第一个呢 就是在田纳西州的众议院里面啊 这两天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 有两位议员啊 被抓起来了 那么他们在开会呢 就是在讨论这个控枪法案 这个控枪法案呢 在这个议会里面 就没有得到通过 那两位议员说呀 这个法案在田纳西州的这个众议院呢 永远都不会得到通过 为什么 因为支持控枪的议员呢 是少数 他们本身就是多数 那你投票的话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当天投票的时候呢 就有好多的那个抗议的民众呢 在法庭里面 那么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以后呢 这两个议员就带领这些抗议的群众呢 在现场呢 可能就有一些举动吧 比较过激一些 然后呢 这两个议员呢 就被抓走了 同时美国的国会呢 对他们两个做出了开除的决定 美国的州议会还能做这样的决定啊 他不是民选的吗 民选上来了 怎么还能开除呢 反正是呢 就把他们两个呢 就给开除了啊 那么这个媒体报道这件事的啊 这个媒体呢 很显然是支持控枪的 那么这个媒体就是说呢 这个事件是一个起义 或者叫兵变 然后呢 就说这个事件呢 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愤怒的时代 美国进入了一个愤怒的时代啊 美国真的是非常的愤怒 一个六岁的小孩有多愤怒啊 每天拿鸭救治啊 带着一枪的伙 动不动就发脾气啊 在学校里面跟这个打跟那个打 连保安都差一点被他掐死啊 然后呢 我就跟大家说 第一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枪击事件 这个呢 是发生在7号下午啊 也就是本星期的 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啊 在美国达赖沃尔 就是拜登他老家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城市呢 他有一个沙滩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那个学校啊 不知道为什么放假呀 还是怎么着的啊 这些学生呢 中学生啊 就到沙滩去玩 报道说呢 这不是official组织的啊 不是official 就是不是学校官方组织的 到那去玩 但是呢 有好多学生就跟着玩着啊 跟着玩着玩着呢 有人就发现啊 有两个人带着枪的 那么就赶紧就打了911 把警察叫来了 那警察来了以后呢 当着警察的面啊 警察来了以后就发现呢 有的人就跟着争吵 那警察呢 还没怎么着呢 就有一个人拔出枪来 就开始射击啊 当场呢 说是有16个人受伤 警方在当场的时候呢 抓了一个人 另外的一个孩子呢 就跑掉了 这都是一个16岁 一个17岁吧 都是这种未成年人啊 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 警察又抓到一个 抓到两个 所以呢 昨天的时候 警察就开了记者会啊 就向公众呢 讲述了这个事件的经过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是这样的啊 说是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 和人结伙去杀人 一夜之间呢 成功了杀了两男一女 那么和他一起的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17岁的小男孩 这一个12岁 一个17岁的呢 都被抓起来了啊 还有另外一个同伙 16岁的一个小男孩 现在呢 还在逃 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警方现在在悬赏 一万美元 就是悬赏这个小男孩 这三呢 全都是未成年人了 12岁 16岁 17岁啊 都是未成年人 那么他们 为什么要结伙杀人呢 说他之前的时候 被招募啊 去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 完了以后呢 这三人就要背叛 这个盗窃团伙 所以呢 他就杀了那三个人 现在不知道那两女一男 是不是他之前盗窃团伙的 这个团伙 那么第三件事呢 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啊 佛罗里达的高速路上啊 有两辆车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司机呢 就打起来了 经常有那种 路上的愤怒的driver啊 经常有那样的事 那么他俩就打起来了啊 打起来以后呢 一个人车上还拉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另外一个人车上拉一个十岁的孩子 拔出枪来就互相射击啊 互相射击 结果呢 各自都受了伤 包括那五岁的孩子和十四岁的孩子 你说美国疯狂不 你说这枪还不应该进呢 然后还有一个协护的事是什么呢 就有一个姓李的 他那李的拼法 LEE啊 很显然他不是大陆的 不知道他是哪的 应该是一个华人 但是我看他长相啊 就不是纯华人 应该是混血儿的一个哈 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是很有才华的 他本来在硅谷呢 是挺有成就的啊 是一个小老板 是一个初创的那种小老板啊 结果呢 他就嫌硅谷那个地方特别乱 那么他从硅谷这个地方呢 就搬到了佛罗里达 他刚搬到佛罗里达没多久 他老婆孩子都在佛罗里达待着 他又回到旧金山到这边来出差 结果呢在街上啊 就被人用刀刺了两刀 刺的呢看来是重要的部位 那么他就是在这街上被刺以后 他恋恋恋恋的就向路人求助啊 有的路人呢是开车的 有的路人是没有人管他 没有人管他 后来警察来了以后呢 他都已经死掉了 应该是失血过多吧 你说美国多么的不安全呀 他就是因为硅谷不安全 他搬到佛罗里达结婚 回来出差的时候被人刺死了 这都是没有原因的呀 就能死了呀 你不和别人去结怨 不和别人去结仇 不去惹别人 你也有可能在美国会丧命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